美国中级选举的成绩陆续出炉 共和党在等待长达一个星期后 终于获得足够的议席掌控众议院 这也代表总统拜登未来两年的任期 将会需要和共和党共享权力 民主党不再全面掌控白宫、众议院和参议院 也让立法之路更为颠簸 需要做出更多的让步 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主打经济和安全议题 成功推翻了民主党在众议院长达12年的掌控权 尽管无法拿下预期中的230甚至是240席 但至今已经成功夺下218个席位 确立了众议院多数党的地位 众议院明年1月开始 改由共和党掌握立法议程的表决程序 分析普遍认为 总统拜登和民主党将受到更大的牵制 拜登在选举结果出炉之后 也发声明恭贺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 同时表明准备好展开合作 麦卡锡被认为有望取代现任议长佩洛西 而他在选前就曾经表明态度 会对拜登的儿子亨特的生意往来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等重大事件展开调查 预计麦卡锡上任之后 首个受到影响的就是美国国防部的支出和预算 他已经表示希望将国防授权法的表决 延后到明年1月之后才进行 也让国会国防委员会的成员感到不满 外界也担心一旦国会削减了国防开销 美国在台海课题和俄乌战争所提供的援助 都可能受到影响 民主党议员也警告 美国的军队也可能因此而遭殃 无论如何 民主党也成功保住了参议院的多数议席 美国国会的未来两年会有两党互相制衡 在重大议题能否取得共识还是个未知数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